Sky Together be your night We're going to die tonight 蔣翁姐 她說 我要跟你打 好啊 她打不贏我 就換我當領隊了 唉唷 唉唷 好啦 既然學長都這樣說 那我就不客氣了 不要揍五比零就好了 紅黃兩隊 接下來要比拚的項目是桌球 比賽開始要由大來賓 蔣紅龍與江洪傑來場表演賽 打五分之龍 好 一開始由蔣紅龍先來發球 結果呢 出界了 戰教練出界 不過他們兩個人真的是 師徒之戰 加油 小潔只要拿到球拍 整個人的態度都不一樣了 完全沒有要給學長面子 是 兩個人相差了有十歲 好 江洪傑三十三 蔣紅龍四十三 小潔三比零了唷 老大獎勵了 一開始呢 就三比零 四比零 不是要剃光頭嗎 是不是學長有點手下流情 因為畢竟是來到了學弟的節目 是 蔣紅龍是奧運教練 有 蔣教練終於得分了 是 一比四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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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三 結果 那我翻車界了 小潔在動我腳了 都這樣啦 瓜哥好幾拍的來回 下次好看 對 江洪傑的實力依舊 只要講到桌球 他的態度整個人都非常的嚴肅 跟認真起來 五 最後打出界了 這場表演賽呢 江洪傑是五比二獲勝 江洪傑又保住了 紅隊領會的位置 對 面子是真的 謝謝 傑哥說 傑哥 蔣蓬龍教練剛剛跟小潔對打 感覺怎麼樣 而且聽說賽前說 如果你贏他的話 你就要變成紅隊教練 沒有啦 是我開玩笑跟他講的 威脅他一下 對